上海疫情到一段落 现在该总结很多经验 或者说看到一些调查的结论了 而引起这一波疫情的源头 上海华庭宾馆集中隔离点的事情 它的处理报告已经出来了 调查报告已经出来 昨天经由上海发布发出来的 2022年2月21号 华庭宾馆被征用为入境 集中隔离点并紧急启用 之前我曾经做过视频 说过华庭宾馆被关闭的事情 你看本来就是要重新装修的 结果就因为关闭了 正好可以拿来做集中隔离点用 所以就居然在市中心里面 把这个酒店就启用起来了 3月2号华庭宾馆这个集中隔离点的工作人员出现 这个核酸检测异常情况 3月5号列为中风险地区 先后累计有62人核酸检测阳性 一直拖到3月20号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严重的外泄的事情 也是这一波奥密克戎的源头 基本上可以通过DNA来证明这一点 所以华庭宾馆的事情也有这样的结论 确确确实实是管理疏漏问题 导致工作人员隔离点内感染造成严重后果 这么严重的后果之后 采取的措施是对区长 区委书记曹立强 给予批评 严厉批评 区长钟晓勇是党内警告处分 副区长高天是严重警告处分并免职 所以下面的副职的基本上就免职了 卫健委的副区长方磊 这个民政局局长 均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和政务撤职处分 然后再抓七个人 给七个人 所以这件事情的结论到此为止 我相信在这个屏幕前面 很多朋友对此是不满意的 上海对这件事情的处理的结果 并没有达到大家所预先期望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